第三部分,如何生钱? 钱其实是财富的一部分, 但财富也远不只是钱, 所有可以给你带来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的都可以归为财富, 但财富不能等同于福报, 很多人也有财富, 这些财富甚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, 但是他本人无比繁忙, 乃至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人生宇宙和解脱,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, 如何获得钱财是当务之急, 所以我们在这里多讨论一下, 这个问题无数人在挖掘, 也有无数人写了无数的指导, 听上去都特别有道理, 其实, 开发你自己的思维潜能, 脑潜能, 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前之法, 人们其实无需去怪罪所生的时代和地点, 你假想一下, 如果自己回到几十年前, 甚至上百年前, 你知道未来是如何的,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, 必然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, 你所走的路, 方向, 绝不会有错, 那赚钱也是必然的, 如同一个已经通过努力, 拥有大量财富的富有的人, 他即使现在失去一切财产, 和乞丐同样的贫穷, 可是他再次积累财富, 这样的机会会比乞丐高无数倍, 这是因为他拥有大量聚集财富的因缘, 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思维方式, 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, 决定了他的自信和行动, 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IT界具有影响力的人, 你应该换位做一下残修冥想, 如果你不是现在的你, 而是二十岁的乔布斯或者比尔盖茨, 来到现在这个社会, 会如何去想, 如何去做, 其实, 只要你稍作残修分析, 你就会发现, 原来他们的想法, 和你现在的想法, 和做法, 会截然不同, 对的, 分化真的是从几十年前开始的, 通过这样的反思, 你就知道, 是什么在阻拦你获得知识和财富,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人脑思维方面的一些知识, 其实人脑大多数时候挺单线程的, 专心的时候只能专注在一两个点, 这是人脑的一个特点, 就如同你身边有两个人同时讲话,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, 基本上你也只能听一个人说话的意思, 那么, 当我们去构划和思维稍微庞大一点的计划的时候, 在分析海量信息的时候, 人们通常会很气馁, 好像没有自信去完成这样的思考, 因为人脑的这样的局限性, 所以, 我们可以先激发一下自己的大脑, 抛开所有的负面情绪和局限思维, 让大脑处于一种非常创造性和发散性的思维状态。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, 这点非常重要, 我们思维本身是不需要被束缚的, 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只能如此思维, 事实上是自己困住了自己。 你们应该记住我这句话, 只有敢想的人才会去敢做, 想都不敢想的人, 就算去做也不知道做什么。 因此, 大家可以尽心去做一个单独的脑风暴, 记录下脑风暴的各种灵感点, 多借助思维导图这样的工具, 把零碎的闪光点写下来, 然后再用各种逻辑去推断这些点的关联性和可能性。 如果你会正规地只观禅修, 将会是特别有帮助的。 我们知道早年乔布斯曾经去雪山学过禅修, 因为他也知道佛陀并是如同打开了全部的脑潜能那样的抉择, 他拥有着超人的智慧。 脑知识方面补充完了, 我再说几个几乎人人都知道的道理, 但只是很多人真的做不到。 当人们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源的时候, 钱的确很重要,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生钱它的正确的因是什么。 其实我归纳为三点, 第一是勤劳, 第二是智慧, 第三是缘分。 勤劳如同精进, 听上去大家都懂, 但是有的人勤劳了一辈子没有钱, 为什么? 因为缺乏智慧。 第二点, 智慧, 它是能看准方向, 然而智慧, 它也是要勤劳来换来的, 因为如果你不努力学习, 是没有观察的智慧可言的。 当你有了勤劳, 有了智慧, 这时候, 就如同诸葛亮草船借鉴, 只欠东风了。 可是, 东风是不是一定能等来的呢? 当然不是, 因为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, 在无风的季节, 什么风都不会有, 所以, 缘分一定是勤奋, 智慧它培养起来的, 因为这个缘分本身需要观察, 所以这三点缺一不可。 虽然, 有时候无法兜具足, 但是, 毕竟只要向着正确的方向走, 总是越来越接近财富, 而不是越来越远。 那我们说过, 财富不等于快乐, 拥有财富也可以成为灾祸, 但是, 具足了这三点所获得的财富, 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财富, 因此, 如果幻想得来一些不易之财, 非来横财, 倒不如好好地每天残修思维, 如何开启你的智慧, 如何培养这财富的三个主要的原因。